剛剛過去的七月份很忙,出了很多場秀 我現在終於開放暑假了 暑假中,最好當然是吃西瓜,燒一下暑 還有拿回我的科提西瓜出來 很久沒聽過 順便先聽完西瓜 這麼有趣? 對,配襯了 我是小許 我是古老明 開始前提醒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讚好、留言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一有新的影片,大家就會收到消息 記得讚好Facebook專頁 追蹤我們的IG,有大家的支持 我們又找到更好的產品、好的線材 跟大家一起討論 小許,我知道你快要有新線出 但你很好的,自己的東西稍後再算 我們朋友又出新線了 我們朋友是我們之前介紹過 Rolling Force 我們朋友又出新線了 聽說它的新線是叫西瓜 對,很漂亮 它這個顏色 它這次的顏色真是 如果你說配搭配西瓜的感覺 沒錯,大家自然都說 很久沒說過了 配色是必須的 對,我很久沒說過 因為我覺得太像招職一樣 我現在要踏實一點 所以你懂得舒適,住得招職 說話都出色 就是西瓜更加出色 這次的耳機線,你為何不停叫西瓜 莫非它真的叫西瓜 這條線真的叫西瓜 這麼有趣 它做了一個日文名叫水球 即是日文的西瓜 這次這條線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呢 特別的地方,當然它的物料都豐富 這次這條線就用了單晶和導銀 逐度的厚層銀 厚層銀,這麼有趣 厚的銀的導塵 這麼有趣 它的結構是用了List的Tub4S結構 譬如是一個新的結構 經常在說這些線的List結構 都知道是幾粗東西閘賣 這樣叫List 但其實實質上除了結構上的穩定之外 其實它還有甚麼好處 為何每個都做這些貴的耳機線 都是用List結構 List結構在雜膚效應和雙輪效應方面 都可以減低到 我經常看耳機線都聽到這兩個解說的名字 雜膚效應 我比我少一粒電子 我現在的運動場上跑步 現在的運動場上的跑道就是這個導體 我們最想跑步當然是直線地跑 而雜膚效應就剛好調轉 就好像打側了人在邊皮跑 這樣跑就跑得慢一點 即是不在正中間跑 即是high邊 對,high邊地跑,又不跑得正中 而雙輪效應 就比我和阿明一起在跑道上面跑 但我黏著地在一起跑 這樣會阻礙你 所以List結構在跑道上面加上一條獨立隧道 等我來跑時,我就無法適合 無法適合你 這樣走的電腦就走得順暢一點 我就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去解釋這兩件事 其實這兩件事有很多很深奧的東西 所以人們去設計線皮方面 也計算很多在這方面的結構 我可能以為線皮是為了舒適度和外觀 當然,現在當然是外觀重要 那當然,買一條線那麼貴,當然要漂亮 不然跟原裝線差不多,那誰會買呢 對,而它的外皮很特別 它的外皮就用了Soft Flex的柔軟PVC 去製造它的外皮 再加上這個很有趣的磨砂的綠色 所以它會襯托起來 我覺得真的很美,而且在燈光底下 真的是西瓜的綠色 對,而且裡面的圖片有銀色和黑色 再襯托這個綠色 是很有西瓜外皮的感覺 再加上它的分線器,它又特意製造了少許紅色在裡面 你看到它有沒有西瓜肉的Juice 絕對是,我覺得比起Forte的顏色更加西瓜配色 這個是上一期西瓜和今期新鮮西瓜 小許,這條線的取向特性是怎樣的 如果我自己也試聽了 它的特性,它這次反而將導銀線的特性收了一點 反而導銀線我自己比較聽得多 我覺得它有三個特性 就像我那樣,快清光 快清光,快清槍 快清... 快是甚麼?它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超高清 高清? 對,而且很乾身 很乾身 很乾,對,乾燥很乾 坊間很多導銀線都有這三個特點 OK 但這次這條線,我覺得它將它收式了 你聽到它速度有,但它不會很高速 它清大又不會超高清,清到很尖 又不會很乾燥、乾身 有一點點潤潤的感覺 跟西瓜本身的水果也有種感覺 不會很甜 對,少許清甜 對,清甜,但又不會很酸 又不會很刺激 總之就很清爽 所以有濕潤 濕潤,真是很重要的 對,人家有些油 不是原始的方法 用西瓜皮的膚面 又可以互敷 對,你覺得濕潤我 對,西瓜皮 對,西瓜皮 對,出人頭地 我剛才不是說出人頭地 稍後會用我這隻西瓜去試試這條西瓜線 看看是否超級配合 其實同場加熱,還有一隻叫Diamond的線 我看了這條線,我估計一下 相信它是一條銀線 對 對嗎? 我估計它應該不僅如此簡單 對,這條線是比較高級 它的物料用了台灣製造的6N單晶唇釘 做了它的線材、線身 即它的導體用了單晶唇釘 而它的結構就用了LISTub4 4S加的結構 4S加,厲害 因為它這次用了Tub4S的改良 再參考Tub6的設計 然後就形成了一個新的LISTub的結構 就叫做Tub4S加 這麼厲害,這條線不是超級貴嗎? 它這次定價也貴,但便宜了水銀一點 對,那時候我們試過水銀 很久之前,忘記了朋友去看這條影片 我覺得這條水銀真的很好聽 連我這些很少玩線的人覺得那條真的不錯 這次這個Diamond很明顯是想拿回Mercury的DNA 去做一條比較便宜的線 我們待會也一起試試它 說了這麼久,儘管試試這條西瓜 因為Diamond 配合我這條西瓜,效果如何? 阿明,吃完西瓜,那又如何? 我剛才首先用我的Forte去聽歌 其實我都很久沒有聽它 因為之前瘋狂出秀 都是用A12T Custom去聽 不說起,我也不省不起有這些耳機 買了12T之後,冷漏了多少耳機 你知不知道嗎? 也是的,但真的很好聽Forte 始終我自己覺得心中 為何可以這麼好聽 阿明,你不要再做打手吧 夠了 我聽了什麼歌呢? 最近一位很敬愛的前輩離開了 WEST IN PIECE 戴飛哥 聽回他一首很著名的作品 就是林憶年的《至少環有你》 這類型平時真的很少聽 但的確是以前小時候怎樣接觸音樂 為何會喜歡打鼓呢? 某程度上也因為飛哥 他做了很多流行曲 我當時沒有懷疑 聽流行曲的時候 很想找一些鼓聲出的歌 好聽的 然後他發覺一大堆歌 都覺得好聽 然後發覺有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原來很多歌 都是他打鼓,因為他編曲 甚至是他作曲 但演唱會也更少 對,所以當時他令到我 對鼓的樂器開了門 即是體蒙到你 對,我不是一開始就聽樂器 合樂器 所以飛哥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他對音樂界的貢獻也很大 他可以留行曲、樂器 是他令到我留意到這個樂器 在音樂之中 以前小時候是外人有我 我又要聽樂文去買 其實不是十分鐘的音樂 但你是由這個過程之中 喜歡了音樂、打鼓 所以多謝飛哥你所有的東西 至少是外人有利 我想大家都不黏聲 我用Forte來聽 其實我自己覺得64的耳機 不是十分注重女聲 反而是樂器比較多 即使這一首這麼出女聲的歌 你也聽到 是的,Sandy 即是林憶連馬聲 他是好聽 基本上是好聽 但總是沒有那種 很有韻味的感覺 可能Forte已經算是那一堆機 最有味道 最有味道 但我覺得好像不正常 可能因為樂器也很好聽 是的,但我便換到西瓜 很明顯西瓜將連馬聲推前了一點 稳味的填補一點 因為我覺得始終有上一年多的聲音 它不是那些少女的聲音 我覺得那個稳味度是加了少許 在人聲方面 但相對地 其他樂器就好像退後了少許 爽快一點,沒有那麼凝重 其實流行曲的鼓聲出極有限 這首歌也算是挺出的 現在打了這麼多年 有時會聽到原來它是用什麼Snair 什麼插槽 什麼插槽可能是小尺寸一點 還有可能它用了HIGH TUNING的Snair 以前不會知道 現在經過這個好耳機聽到 不過換了這條西瓜 就馬上覺得人聲 就是感情變得多一點 悶悶的感情變得多一點 就是越聽越感觸 Diamond很明顯整件事 都是提升了的感覺 就不只是Sandy的聲音 樂器那些細緻都會出來了 譬如它那些結他 其實它入唱的時候 它才進入電結他 電結他那些叫Treminal 那些Effect 即是 那些其實都會聽得比較清楚 因為可能用其他 因為樂器的底部收在後面 因為用正常的耳機 那你用一些分析力好的耳機 再加上這條線 全部東西都拔出來 你會更加聽得出結他 還有在這裡 有時有些Bass的過門 那些酒花 你都會聽得更加清楚 我自己覺得兩條線來說 反而我喜歡西瓜 因為我會比較喜歡這首歌的 context 我會比較喜歡 我覺得阿明的性格是比較清甜的 會比較清甜的 而且我覺得人聲是有加成的 反而這個是全加成的 那我的科技本身已經很加成的 很加成的 喜歡聽鋁聲的 應該會選西瓜會比較好 這個感覺是全部東西都會有大包圍 濃厚或是質感方面豐富了 小開你覺得呢 其實我跟阿明都很接近 很相似 因為剛才跟阿明在討論大飛的歌 由Beyond認識Beyond和家 他有一個半小時 之後認識了阿龍大飛 然後又認識了大飛 然後聽他的流行曲的編曲 他演唱會打鼓也有看過 他LMF的歌也很棒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全能型的音樂人 阿明見他聽得這麼開心 我又參與一齊去聽這個 至少還有你 我覺得這首歌真的很好聽 我覺得西瓜聽到的 樂器方面是清瘦了 即是瘦不是暈能 是很盡瘦 很有音質感 樂器的質感 而且他一開始 我覺得他聽到他的琴聲 他會集中在一個彈音 會再出一點 然後你一聽就聽到 鋼琴的後面還有一個鍵盤在佔著 這個反而是出奇地分得互清 一聽就聽到 我覺得人聲方面 我認為他的人聲是在前了 你會聽到人聲的立體感 而且他的高音指示 他有一點出來 感覺有多有趣 而且他聽到鼓聲的樣子 很清晰 他的彈音質感 是很實在的 感覺 我覺得他也很好聽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他這首歌的樂器表現 反而我喜歡他的樂器表現 但人聲也真的很好聽 但我覺得有點清甜感 只有Diamond 但我自己聽完 或是人都是貪心 聽到我被他的高音感吸引 因為他一聽 他的樂器 反而不算太突出 他會退後一點 但因為他的密度的關係 你會聽到有種厚度 而且很密 樂器好像在空氣中 有很高密度的粒子 即整體會大份 會大份 但你又不會覺得他很薄 所以他退後了 但他一到一敷的位置 你會覺得環境很大 那些東西全部大粒 又聽下去又清脆 他純癮線而言 我覺得他沒有刺激 又不會很乾身 即是不乾燥 他真的有很滋潤的純癮 單精人是他用純癮 再提煉成為精體再大事 即是比一般的純癮更加純 但反而純了 我覺得他有種營造的氣氛 更加出色 他人聲 我覺得他沒有西瓜那麼突出 但他厚一點 加上他人聲有一點厚度 我覺得有一點韻味 聽下去就會舒服一點 但如果聽流氧曲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會比較接近流行的口味 比較多 我剛才說他在我的西瓜上面 聲級感好像… 即是驚喜度沒有這個感度 其實意思是因為 本身它的商品都已經很好了 好像多了些東西 可能耳機有關 可能今次也有耳機翻譯動圈 OK 這個Arpus Tune ST2000 的05單元 反而我插上兩條線 其實聲級感或改變度 反而這隻耳機很大 OK 之前也說過這隻耳機很壞 除了原裝線之外 其實不是很多線 或者試過很多線都沒有特別效果 沒有特別效果 不過這個拆入西瓜 我反而覺得 他人聲的部分 會跌倒出來 可能合不來 我們現在玩耳機 所有東西都要說 合不合 所以我覺得這兩條線 其實跟我這款耳機 就是ST2000都很合 OK 所以我是膚淺的 我一定是西瓜合西瓜 好像之前的金色配金色 黑色配黑色 沒有膚淺的 這對顏色有要求 也是我們消費者很重要的選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Rolling Force的耳機線 有的 不妨在樓下跟我們聊天 這個香港的品牌 都要支持一下 還有我很喜歡這次的線 線不太粗 還有很柔軟 很柔軟 夏天帶真的對 不會很辛苦 或生業費 還有這個盒子很漂亮 很漂亮 西瓜 看得出它是非常有心思 另外這個品牌 是否也可以換ConX 它們有推出ConX版本 但選擇要多一點 不過香港人玩耳機 很厲害 所以香港的品牌 都會想到這些東西 我想外國的品牌都未必會想到 所以更加值得支持 我又期待我們好朋友 有時候可以衝出香港 沒錯 在世界各地上 看看他遲些會否出耳機 記得帶我出去 喜歡我們拍片的朋友 記得支持一下 跟我們聊聊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